美国政府周四和周五一连两天 在华盛顿主办第四届核安全高峰会 为了彰显政府在降低核安全风险 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白宫星期四发表了多份公告 其中包括两份有关美国军方 减少使用核燃料的报告 报告说目前美国海军潜艇和航空母舰 由使用高浓度核燃料油的核反应堆 作为驱动力 但是为了响应在全球范围内 减少使用武器级核燃料的呼吁 美国对军舰使用低浓度核燃料油 进行了可行性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 目前美国军舰上的核反应堆 不适合使用低浓度核燃料油 但是海军正在研发一种先进的核燃料装置 以便海军的核反应堆能使用低浓度油 白宫公布的报告还说 过去20年的记录证明 美国致力于减少和销毁核武器 废除武器级核裂变材料 自从1994年以来 美国已经将148公吨的高浓度核燃料油 降级为不能用于制造核武器的低浓度油 并致力于可今核实的销毁34公吨的武器级核燃料部 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星期二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国防政策和武器控制的资深主任 弗兰克林米勒说 只要俄罗斯和中国继续拥有核武器 美国就必须保持自己的核威慑力量 但美国不会研发新的核武器 在总统2010年的讲话后 行政当局发表了美国核态式评估 美国核态式评估表明 我们不会研发新的核武器 我们会修整B61等现有的核弹头 但不会研发新的核能力 这依然是本届政府的政策 米勒说 美国在核战略问题上一直相当透明 但俄罗斯和中国不是这样 他说 美国政府就中国增加使用核燃料部 试图与北京对话 但中国一直不肯对此展开对话 中国称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并积极与美国和其他国家 共同推进全球核安全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华盛顿报道 美国政府就很高兴 美国政府就很高兴 美国政府就很高兴